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大家晚上好 好 我们现在准备讲今天的课 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我们每一天都在提醒大家发 那么就是这个因为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简单的说 我们学佛的人就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 这个目的 本来我们学佛也是允许有各种各样的目的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有些为了健康 为了避免一些宰难等等 那么有些人呢就是为了了托生死 那有些人呢就是为了一切终生 就是利他这样子的目的 那本来就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目的 但是虽然是允许有这么多的这个目标 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发菩提心 这是最最最好的我们的学佛的这个目的 学佛的目的呢就是一种利他心 利他心 那这样子的话就跟我们的学佛就变得更加的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呢大家要发菩提心 那简单的说我们就是瞎叮决心要成佛 那为什么要成佛呢 就是为了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成佛 那为了成佛 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来学成佛的方法 这样子就叫做菩提心 简单的说这就是菩提心 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要高度忠实这个菩提心的修法 那这个非常的重要 好我们现在呢就是讲今天的可 那昨天呢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修产的人 或者是说正无的人呢 就是看到佛的时候 就是外在的佛的时候 外在的佛呢就是有两种 一个呢是佛像 还不是佛 就是佛像 就是我们的佛堂里面的 比如说像大雄宝殿 当中的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三世佛 等等 就是这些佛像 就是这些佛像 各种各样的佛像 那这是一个外在的 其实这个还不是真正的佛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大作的时候 就是突然间 就是看到了这个佛 还有就是佛的坛称等等 主要就是这两个 那么突然间 我们大作的时候 就是看到的这些佛菩萨呢 那这个昨天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这个时候呢 不要去执着 这个佛菩萨 这些佛菩萨呢 有三种可能 一个是什么呢 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 比如说他有可能是 根本就不是佛 也根本就不是 这个像昨天讲的魔王啊 博勋啊 他们的这个实现的滑现 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是我们自己的内在的 这个朽莲的 七脉命点的原因 就是外面呢 就看到了一些佛呀 菩萨啊 等等就像左萌一样 那么这个呢 第一个就是 他对我们的修心 也没有什么帮助 也不会有什么阻碍 就让他自生自弥 就可以的 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是一个可能 另外一个可能呢 也是在这个 达摩诸史的学梅伦 已经讲过了 有可能也许 就是这个魔王啊 博勋啊 这个阿修罗 他们就是为了 为了干扰 这个修心人的修心 是为了阻碍 为了做这个障碍 然后就是变化出各种各样的佛呀 然后呢 谈成啊 这样以后呢 让这个修心人去制作 制作 然后就是这个产生这个欢喜 最后就是产生了傲慢 那就变成了这个障碍 那有可能是这个 那另外第三个可能呢 这个昨天也讲过 虽然这个书里面没有讲 但是呢 还有一个可能呢 那就是我们真的啊 就是看到了一些佛菩萨 那看到了一些这个佛的坦诚 这个也不能排除啊 这样子有两个 有三种可能 那不管是哪一众啊 不管是哪一众 就是我们在大做的时候呢 就根本就不要去啊 就根本就不要去理财 昨天也讲过了 就不要 根本就不要去灌这个啊 就是自己自信 打坐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佛的坦诚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佛的坦诚啊 实际上呢 他们都是 他即便是真实的佛的这个坦诚 那也只是 只不过就是我们的内心的 法神佛的一个投音而已啊 就是投射出来的一个画面而已啊 这个还不如啊 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法神佛啊 法神佛才是真正的佛 那么其他的宝神 华神啊 那这个也叫做佛的心像啊 还不是真实的佛 正实的佛呢 就是自己的这个心的本性 才是真实的佛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即便是真实的佛菩萨啊 的这个坦诚 那也不需要去啊 不需要去执着 不需要去这个啊 这个啊 磕头啊 离佛 那这时候呢 我们继续按住啊 继续按住这个心的本性 空性和光明啊 当中啊 这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法了啊 即便是真实的佛 也就可以这样子 那那么其他的呢 其他两个呢 就是啊 一个是啊 这个莫掌啊 一个是莫掌 那另外一个呢 也不是莫掌 就是自己的 七脉命点的原因啊 就是可以看到一些 这样子的现象啊 就像做梦一样啊 因为人的内在的 这个七脉命点的云作 或者是云动啊 然后呢 我们的感官啊 就会产生一些啊 现象啊 那么这些现象呢 看起来啊 似乎就是在外面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外面啊 有些时候呢 我们眼睛看到的一些东西呢 看起来是在外面 但不是我们 闭着眼睛的时候 这东西能一样的 可以看得到 这就是充分的说明 它不在外面 那它在哪里呢 啊 密法里面 有非常清楚的解释 它实际上呢 啊 就是在我们的 这个 中埋啊 在中埋当中啊 对修行人来讲 这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很多时候呢 啊 很多的 呃 这个 导游 呃 一些文 呃 就是大作的时候 就看到什么各种各样的啊 那么这些呢 呃 实际上呢 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错觉 啊 自己的错觉 幻觉 啊 什么都不是 就是错觉幻觉啊 所以呢 根本就不要去管他 呃 不要去管他 尤其是我们佛 学佛的人啊 就是 不要太迷信了 啊 不要太迷信啊 必须要这个 比如说这个大自然的 各种各样的现象 啊 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现象 然后就是以及我们自己的 这个各种各样 比如说啊 梦啊 做梦的时候看到的 或者是有些时候呢 还不是做梦的 真是一些 出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现象啊 这些东西呢 我们必须要用啊 必须要立直啊 用这个知悔去看待啊 去分析啊 这不要太啊 不要太盲目啊 不要密信 这样子特别不好看啊 就是我们比如说 看到就出现了一个彩虹 然后就说 就是瑞相出来了 什么观世音菩萨出来了 阿弥陀佛出来了 彩虹啊 彩虹就是一种 一种自然现象啊 到处都有的 这个就不要以为 这个是什么了不起啊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啊 我们这个看到的一些 什么佛光啊 等等我们认为是什么佛光啊 等等啊 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呢 比如说像厄眉山的佛光呢 它肯定是有这个 特殊的啊 这个价值 这个我们不敢说 但是呢 也是一种自然的这种现象啊 比如说我们就是 根本不是任何这个生地啊 这样子的地方 比如说前面啊 全部都是这个雾啊 后面有阳光 昭示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啊 就是在这个雾里面 看到的地方 周边是一定会有彩虹的啊 一定会有彩虹的 那么这些呢 当然比如说 这个彩虹 跟其他地方的彩虹不一样啊 这个是就是有佛菩萨的加持 那这个我们当然是不能排除的 我们没办法否定 但是呢 它本身 就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那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是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呢 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这些大自然的现象啊 大家不要就是以为 这个是什么佛的什么呀 菩萨的什么 瑞相啊 是不是瑞相 这都是不好说啊 所以呢 大家就是不要太在乎啊 这些不要太在乎啊 就是有一种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晕才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是就激动的不得了 就是就去磕头啊 还有就跪在地上啊 然后呢 甚至是这个热泪阴眶 这个非常的不对 这种狂热是不对的 要冷静 必须要有知悔 去对待这一切 所以呢 这些都是很重要 一个彩虹啊 还有就是这个云 云呢 还有就是比如说 还有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 各种各样的这些 大自然的这些现象啊 大家不要说这些是佛 不要说这些是菩萨 佛菩萨不是这样子 那么 佛菩萨当然呢 以各种各样的这个行识 那以各种各样的行识出现 这个是有可能 但是这些 我们不确定 不确定的这些呢 大家不要说这个是 这个这些是什么佛呀 菩萨呀 那这样以后呢 人家一看啊 那这个就是学佛的人呢 就是就是完全是一个迷茫啊 密行的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这些一群人啊 这样子是非常不好 实际上佛教 它是最最最啊 讲啊 道理 尊重 真理 一个这样子的宗教 所以呢 佛教徒 不要太不要太在乎这些了啊 佛啊 这个六诸贪经啊 还有就是这个大墓诸实啊 以及很多的佛经里面 讲佛就是我们自己的心众啊 我们真武了 佛就在心里啊 然后呢 外在的这些呢 是佛不是佛 大家都没办法确定啊 所以呢 不确定的东西呢 大家也不要去在乎了啊 不要去在乎这一个 大自然的现象啊 不要盲目的崇拜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除了这个外在的 大自然的现象以外 还有就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呀 听到的呀 等等 那么这些呢 也就是就很多都是有可能 完全是 是一个 环觉 所以呢 大家也不需要精证啊 是不是一个不吉利的 事情呢 也没有必要这样去精证啊 不需要精证啊 然后呢 也不要以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吉利的啊 佛菩萨的加持等等 这也是 这也是 也是 不太对啊 那即便是佛菩萨的加持啊 那也就是我们很担定的去 修自己的心的本心 那这个就是佛的发生啊 善身 佛当中啊 最最最 最久经的佛就是 就是这个发生 这个就是 这才是 这才是 最重要的 这才是最重要 所以这些外在的这些 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啊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这个 内在的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 错觉 幻觉 然后大家呢 也不要以为这些是什么 佛菩萨的啊 啊 瑞相啊 也不要孤独的精证啊 这个是不是魔王啊 波勋来了啊 是不是一个不激励的 也不一定啊 这些都是因为人的这种 人的人体 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啊 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呢 它很多时候就是 产生各种各样的 这种现象啊 都会有的 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妖物 有些物质啊 它也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神经 以后呢 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啊 这些现象 那这个都是自己的错觉啊 也不是佛 也不是魔啊 什么都不是啊 还有就是比如说 我们大左的时候出现的啊 还有就是做萌的时候的 看到的啊 那这些也都是就是 以这样子的态度啊 去看啊 才是对的啊 这些是非常重要 这个昨天 已经僵过了 我就是在 重复一遍 这个非常重要啊 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 前面已经僵过了啊 就是说 这个 不要以佛 去离佛 以佛 去离佛 所以有些人就是认为啊 禅宗啊 我们禅宗啊 就是不离啊 这个不顶离佛像啊 不顶离佛像 我们不准进这个佛像 那有些人 这个我之前也说过 我也遇到过这样子的人啊 那这个是不对的 那这个是不对 这个是怎么不对呢 我们比如说 外在的啊 这些佛像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不是佛啊 这是佛像啊 比如说 我们人的照片 谁都不会认为 这个就是人 它就是人的照片而已啊 但是呢 比如说 这些佛像啊 通过这个密法的啊 意识去开广了以后呢 那这个虽然它是一个 拟俗的佛像 或者是辉华的佛像 但是呢 它有一种特殊的这个能力啊 这就是佛的这个加持啊 这个加持呢 就是来自于这个开广啊 这是第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 这个我们根本就没有开广的 这些佛像啊 这些呢 那也是有有有有加持的啊 有能力的 那么这个加持和能力 是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来自于这些佛菩萨啊 他就是这个多世累劫啊 当中的这个修行的力量啊 然后就是产生的啊 因为修行的力量和佛的原力啊 佛的原力就产生了啊 这些佛像啊 佛经呢 他本来就是有一些啊 这个力量啊和能量 那这个啊 比如说帮助我们啊 调节一些比如说我们啊 心情不好的时候啊 或者是有烦恼的时候啊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啊 生活啊 或者各方面呢 有一些不损啊 为缘这样子的时候呢 那我们去这个 祈祷佛菩萨啊 能够得到帮助 这个就是来自于佛 他本身的啊 这个啊 力量啊 多世累劫啊 当中的修行的原力啊 就是得到的 那这个是存在啊 这都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 那个修啊 空心的时候 修光明的时候啊 修我们心的本心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啊 就是不依靠啊 外在的佛 不依靠外在的佛 但是啊 平时啊 就是作为一个佛教徒啊 对佛像啊 对佛经 是应该有这个恭敬啊 要恭敬啊 所以呢 修禅的人啊 修禅的人啊 那也就是需要啊 供佛啊 供佛离佛啊 这些都是很 非常的需要 因为修禅的人呢 他也啊 需要这个积累啊 这个福报 当然比如说 修禅的人 他的这个境界 已经达到了很高的 这种这种层次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是在这个禅定当中啊 可以完成啊 这个供佛呀 离佛呀 都可以的啊 他就是也有可能啊 他就是不需要这个外在的这些啊 佛像啊 是这个是有可能的 呃 但是呢 像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呃 像龙鼠菩萨啊 像龙鼠菩萨 就是像跟差不多佛这样子的啊 菩萨 他们也会离佛的啊 他们也会拜佛的啊 他们也会啊 这个攻进佛的佛像啊 我说的是佛像啊 所以呢 更何况啊 我们普通的这个呃 修修修禅的人啊 所以呢 这些呃 这个因为这些禅宗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华啊 是非常的神奥啊 非常神奥啊 然后呢 说的也不多啊 字也不多 然后呢 意思呢 也是非常的神奥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 可能是理解啊 就会会出现一些偏差啊 这样子是不对啊 所以呢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简单的说 后面的这个啊 就是我们平时呢 一定要攻佛 离佛啊 这个非常的重要 念佛啊 这都很重要 很重要啊 但是这个禅宗里面呢 啊 他这个一直在讲啊 这个不需要外在的离佛 这个呢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有执着啊 对外在的佛有执着 带着这个执着去离佛 从这个禅宗的这个境界 从这个层面讲啊 因为这个虽然是离佛 但是呢 因为他有啊 他就是有这种执着啊 执着 所以呢 带着执着啊 去离佛呀 攻佛呀 那这个都是不对的 所以他是这意思 那但是对我们没有证悟的人呢 没有办法不执着呀 没有办法不执着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离佛啊 攻佛 通过这种方法 诸不诸不的 最后就能够达到啊 不执着的这种境界啊 所以这些都是有过程的 所以呢 我们啊 把这些呃 大家一定要要分清楚啊 分清楚 否则的话 我们有些时候 可能会有些 嗯 错误理解了以后呢 呃 对我们的这个修心啊 是有影响的啊 希望大家记住 好 接下来我们就讲啊 这个今天的这个内容啊 大漠祖师的学美论 我们继续讲 佛是细国语啊 佛是什么呢 佛啊 对中文啊 来说啊 他佛这个字 就是一个外来词啊 外来词 那佛后面呢 还有一个字呢 就是佛陀啊 佛陀啊 那佛陀啊 他是嗯 他本身是啊 这个佛陀呢 他不是汉语啊 他不是汉语 他是来自于 引渡的这个 这个梵问啊 梵问 那梵问当中呢 就叫做佛陀啊 佛陀啊 那么佛陀啊 啊 那就是我们翻译了以后呢 啊 当时啊 翻译就有两种 这个翻译的方法啊 一个呢 就是应语啊 另外一个就是意语啊 那应语的话呢 那就是把直接这个 印语翻译的音啊 用总文来写啊 写出来 但是内容意思啊 没有翻译啊 那这个就是音语 那这个佛陀这两个字啊 佛陀这两个字呢 啊 就是一个音语 实际上佛陀这两个字啊 就不是汉语 它是这个 翻译啊 翻译里面就是不达 不达就是这个佛陀啊 这意思 习国啊 就是当时的这个 呃 引读啊 这佛呢 佛陀或者是佛呢 啊 是引读的啊 这个语 所以呢 对汉语来说 它是一个外来词 此途云 决心啊 那么 用这个汉语啊 来说啊 那这个应该怎么讲呢 这个不达的意思啊 啊 它的意思翻译了以后呢 啊 意语以后呢 这个就叫做这个觉行啊 就是觉悟了 它的本性啊 觉行 不达 不达 本来就是不达这个字啊 它本来就这个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觉悟啊 觉悟啊 觉行 觉悟 那觉悟 它 它悟了什么呢 就是悟了啊 本性啊 悟了我们心的本性啊 所以呢 就叫做觉行啊 用中文来讲啊 那么就是应该叫做这个觉悟 或者是觉悟者啊 觉悟者 那下面讲这个觉悟啊 那觉悟什么呢 啊 佛是觉悟 那佛觉悟了什么呢 说觉悟者啊 灵悟 就是心灵的觉悟啊 灵 灵 灵 觉 就是我们的啊 这个心的本性 是佛心 然后呢 以我们的心 他自己去觉悟 他自己的本性啊 这个就是灵觉啊 觉知 灵觉啊 觉知 就是觉知是什么呢 就是灵觉啊 灵觉在进一步讲 是什么样的叫灵觉呢 首先第一个啊 他是这个觉悟了我们的心的本性 然后呢 就是应激觉悟啊 应激觉悟是什么呢 就是佛他觉悟了自己的心的本性啊 以后呢 啊 就是 这个激 就是啊 各种各样的根基啊 就是这个终生啊 有各种各样的根基 然后呢 根据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终生的这个根基 然后呢 佛就借拿啊 这些终生啊 就是奢守这些终生啊 捷舞啊 就是这些这个 接受这些乌重啊 那乌重当然有很多了 动物啊 植物啊 各种各样的 那这个当然主要是啊 终生啊 主要是终生 所以佛就是应激 捷舞 就是佛就是根据各种各样的终生 他自己的根基 然后佛就接受啊 佛就接受 佛就是怎么样接受呢 佛啊 对这些各种不同的 呃 这个根基的人 就将很多很多不同的法啊 将不同的法 那么通过这个不同的法 不同的教育啊 来啊 这个接拿 接受啊 舍受啊 这些各种各样的终生啊 那这个就是佛 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呢 那就是因为佛自己觉悟了啊 佛自己觉悟了以后呢 他有这个大智慧 有了大智慧以后呢 佛就能够啊 非常清楚的看到 每一个人的这种根基啊 这不同的根基 那么佛就知道了 这个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根基以后呢 啊 然后呢 佛啊 就知道怎么去啊 这个将法啊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的啊 就是要真正要立终生啊 要立终生的话 前提的条件啊 是什么呢 这个有几个前提条件啊 其中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最好啊 最好有神通啊 有神通 神通是什么呢 神通有很多不同的神通 这个这些神通当中啊 最好有他心通啊 他心通是什么呢 他心通呢 就是聊 就是非常清楚的了解 这些人嗯 在像什么啊 非常清楚的知道 这些人在像什么啊 那这个是最最最重要的 那么他知道了这个人啊 他平时他的那一种烦恼 是最严重的啊 然后呢 他现在啊 在像什么啊 他的需求啊 是什么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知道了以后呢 然后他就根据他的需求啊 根据他的烦恼啊 然后啊 这个啊 可以讲法啊 然后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有了神通啊 他就知道啊 这个啊 未来的啊 这些所有的变化啊 那么他也就知道了 他这样子僵化啊 对他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啊 这些都很清楚了 所以呢啊 这个弘法立神 这个最好的啊 一个条件呢 就是神通啊 虽然佛教啊 不是追求神通 但是呢 如果有神通啊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啊 这个力神的这个条件 手段啊 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是一个啊 这一个 这是这个啊 呃 特别重要的啊 那么如果是没有这样子的啊 如果是没有这样子的神通的话呢 那就是啊 就是比如说 就基本上比较了解啊 这个人啊 或者是这些人啊 一个是了解这些人啊 一个是 第二个是要了解这些人的 这个生活状况啊 文化背景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虽然是没有神通 但是呢 也就基本上知道 这些人在想什么 他们有什么样的烦恼啊 啊 他们的这个 这个最最多 经常面临的啊 烦恼是什么 他们的最终的 最严重的烦恼是什么 比如说女性的 最严重的烦恼是什么 男性的最严重是什么烦恼啊 老人的最严重烦恼是什么 小孩的是什么 等等啊 这样子以后呢 也是虽然没有啊 这个这个神通 但是呢 他特别的了结啊 这些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呀 文化背景 这样子的话 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 比如说这个人 根本就不了解 这些人的文化背景啊 根本不了解 这些人在怎么样 在生活啊 然后呢 根本不了解 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 就会面临什么样的痛苦 就什么都不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啊 就是去这个 讲法呀 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根据自己的感觉 去讲啊 那自己的这种感觉呢 符不符合别人 这个就是 就是不一定的 那反而有可能 这个当中呢 产生更多的污秽 啊 端掉别人的这个 这个 呃 神根 所以呢 佛就是特别特别的忠实 啊 呃 这个 呃 了解啊 这个 呃 这些人的根迹 这特别的重要 所以呢 佛这个 转发轮的时候呢 一个特别的重要的 特别看重的 一个就是要了解 这些人的烦恼 这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 佛 他呢 这个 呃 因为佛是绝无者 所以呢 他才能够啊 呃 能够应其绝无啊 佛能做得到啊 那么其他人呢 要能做到这个 应其绝无的话 那就是需要有神通啊 如果有神通 可以的啊 连神通都没有的话 那就啊 就是刚才讲的 以前阿底下尊治呢 他也就讲过了 如果没有神通的话啊 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像 呃 像这个 类似于这个 酸民呢 大瓜呀 那这种方法 这当然有很多的漏洞 这个是不是 百分之一百的准 但是呢 有 这也是 总比啊 没有 好啊 那通过这些方法呢 也是啊 可以这个 呃 应其绝无 但这个不是最好了 就是 另外一个 如果没有神通的情况下 比较客观的是什么呢 就是了解啊 这些人 了解这些人的生活状况 了解这些人的文化背景啊 或者比如说一个人的话 那平时了解这个人的烦恼 比如说他是一个特别啊 这个 贪啊 贪婪的人啊 或者是一个特别 喜欢升旗的人啊 等等 就是要了解这些以后呢 然后就是啊 能够帮助到人的 所以呢 佛是 佛特别特别看重的 就是这个 呃 应激节物啊 那应激节物 佛在做这个应激节物 这样子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佛就是出于这个 呃 这个 呃 安逐啊 空心和智慧的 这个状态当中啊 然后呢 阳美孙呢 孙母啊 孙母就是 这个 这个 专动 啊 盐秋啊 比如说 扎眼啊 专动盐秋啊 等等啊 还有就比如说 云熟 东足 就是说这个 这个东熟 东脚 走炉 云东 说话 等等啊 这一切的时候呢 解释 自机 灵觉之性啊 反正就是 佛啊 不管是说话的时候 揍炉的时候 吃烦的时候啊 做事情的时候呢 任何一个时候 佛他一直都处于 这个觉悟的啊 境界当中啊 觉悟的境界当中 所以佛没有一个时候呢 啊 就是不打左的时候啊 不不不在这个 这个境界当中啊 看起来呢 就是佛在说话呀 佛在做事啊 但是佛有些时候呢 自己亲手去烧地啊 烧地啊 佛取这个托薄花园呢 啊 这些都是有的 但是呢 不管佛在做什么啊 实际上佛的心啊 就是在这个 觉悟的境界当中啊 永远都是这样子 瞬间都不离开的 所以呢 佛就叫做觉悟者啊 就是觉悟者 是这样子的 嗯 觉悟者 那我们普通人啊 也比如说 呃 从一地菩萨 到霸地菩萨啊 啊 这个指简的 这些菩萨们 他们的境界是非常高的 但是他们呢 也做不到啊 这个二十四小时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 都处于这种 这个灵觉 或者是觉悟的状态当中啊 这他们都做不到的啊 那比如说我们普通人的话呢 呃 跟假作不到 我们大作的时候是在大作啊 如果开悟的话呢 大作的时候就是进入了这个开悟的状态啊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呃 那就不一定有得上啊 所以呢 我们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 呃 这个日常生活啊 和这个大作这个界限啊 是非常清楚的啊 然后这个界限呢啊 就就是越来越丹华 到了霸地的时候呢 然后基本上啊 这个界限啊 就是不存在了啊 不存在霸地以后呢啊 就是基本上啊 他大作的时候的这种真武的经节 完全可以溶倒这个日常生活啊 然后呢 这种这种界限啊 彻底的消失啊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佛啊 啊 佛成佛的时候啊 成佛的时候呢 佛他永远啊 出于这种觉悟当中 那觉悟的同时呢 呃 就这个同时呢 呃 他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佛才叫做这个觉悟者啊 其他人呢 也有觉悟 但是呢 不叫觉悟者 所以就不叫佛啊 只叫这个菩萨啊 神问这样子 嗯 所以 佛就是这样子啊 呃 呃 自己灵觉之行 嗯 行 即是信啊 他的这个本性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心啊 我们的心 他的本心啊 本心 佛真物的这个决心啊 决心 是什么呢 啊 佛真物的决心是什么啊 啊 佛真物的是我们自己的心啊 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 嗯 行啊 即是佛啊 佛即是道啊 啊 道即是颤啊 那这个都是 嗯 实际上这都是一个意思了啊 啊 这个我们的心的本心呢 啊 就是呃 佛觉悟的是这个本心 那本心呢 就是我们的心啊 啊 然后我们的心的本心呢 呢 又是佛啊 啊 然后呢 佛呢 呃 就是道啊 这最究竟的道啊 啊 这个就是叫佛教里面讲了悟道 悟道施敌啊 悟道施敌 然后最后一个道啊 敌悟各啊 就叫做悟学道啊 悟学道 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什么可以学到啊 全部已经成 已经学完了啊 都已经圆满了啊 就是最最后到达了最后的境界 最高的境界啊 这个时候就是成佛了 那这个也是一种道啊 也是一种道啊 就叫做悟学道 所以呢 啊 佛即是道啊 佛即是道 道即是禅啊 道即是禅 那道实际上就是禅啊 最究竟的禅啊 最究竟的禅啊 最高境界的禅啊 就是佛的这种境界 那佛的境界呢 一方面啊 它是禅啊 另外一方面呢 它也就是佛啊 也就是佛 佛的智慧 所以最高境界的禅啊 就是啊 这个道 然后呢 其他的啊 虽然没有那么高 境界没有那么高啊 比如说异地菩萨的啊 这个啊 异地菩萨的这个道啊 剑道 然后呢 第二地啊 第二地道 这个十地啊 叫做秀道啊 这都叫做道啊 剑道和秀道 武学道啊 三个道 那剑道和这个 这个啊 剑道和秀道呢 它也是道啊 这也是道 那同时也是禅啊 也是禅 所以呢 禅啊 就是道啊 道也就是禅 禅至一子啊 禅这个字啊 禅这个字 禅这个字 是非常的 这个意思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 而且这个禅这个字的这个意思啊 内容是非常的深奥啊 非常的深奥 所以就是非凡神啊 凡神说辞啊 意思就是说 这个禅这个字啊 他的意思啊 就是并不是啊 所有的凡慎啊 凡慎是凡福跟生啊 生哲啊 这两个的宗称啊 那这个禅这个字呢 并不是所有的凡夫和所有的这个圣之啊 都能够啊 都能够啊 都能够这个策啊 就是都能够这个正无的啊 正能够正无的 那为什么呢 圣哲当中啊 比如说圣之啊 比如说我们说 凡福啊 他不能策这个禅啊 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啊 那么圣哲啊 他为什么不能策呢 为什么不能策呢 然后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个禅啊 他的嘴旧经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讲新的本心 广明佛心这样子啊 那么正无了心的本心和光明的这个圣哲呢 也不是所有的圣哲啊 所有的圣哲啊 圣人当中呢 只有一部分的圣人啊 才能够这个正无 那就是大乘佛教的啊 大乘佛教的这个 修行人啊 圣哲 他们呢 才能够啊 正无心的本心啊 除了他们意外 比如说小乘佛教的啊 这个阿罗汉啊 还有就是圆诀 那么他们呢 也叫做这个圣啊 也是这个圣哲和圣人啊 都叫做他们也是 但是他们没有证悟 这个啊 没有证悟这个心的本心 所以呢啊 这个禅这个字啊 并不是所有的凡夫和所有的这个圣哲 都能够了解的啊 都能够了解 都能够真无的这个测啊 这个测这个字呢 主要是了解真无啊 这样这样子 所以所以这个啊 甚不可测啊 这一个字 就是甚不可测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内容啊 所以呢 我们不要这个简单的这个理解为禅啊 啊啊 就是大作啊 经之这个手机制啊 什么都不像啊 不仅仅是这一点啊 所以呢 禅这个字 这一个字当中呢 已经饱含了 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 十一地就是佛啊 就是说从一地到佛的这个境界啊 全部佛和菩萨的境界啊 全部都包含在这个禅这个字当中啊 一个字 禅这个字当中呢 就包含了这么多的内容 所以呢 禅这个字啊 就是甚不可测啊 这个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凡夫和所有的啊 生者都能够理解的 不是那样子 禅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奥啊 他就这意思了 禅啊 是是非常的这个神奥 至见本行命至为禅啊 这个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啊 那到底禅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平时啊 四禅八丁 也叫做禅啊 四禅八丁 禅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有光仪和夏仪啊 光仪和夏仪 那从光仪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禅就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这里讲的这个禅啊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四禅八丁啊 也叫做这个禅啊 四禅八丁啊 这个禅呢 不仅仅是啊 这个生者啊 反复 他也可以秀啊 反复也可以有非常表准的 这个这个这种禅啊 不仅仅是凡夫啊 学佛的啊 外道啊 外道啊 我们这里讲的外道 跟这个这个大摩诸师将外道不一样啊 大摩诸师将的外道呢 大部分就是佛教内部的 比如说 境界不是很高的这些 比如说肖称啊 肖称的这个外道啊 肖称的阿罗汉啊 还有就是肖称佛教的这个圆诀啊 那从大摩诸师的这个说法 这些都是外道 这都是外道 这都叫做外道 反正就是没有证悟大摩诸师 他自己讲的这个非常神奥的这些禅 以外的这些人都是统统都是外道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外道呢 就是不是这种外道啊 就是平时我们一般就是说 皈依三宝的 皈依佛教的三宝的啊 那么啊 就叫做这个内道 然后呢 这个不皈依的啊 叫这个叫外道啊 那么这种这个外道啊 这种外道就是在这个 这个释迦牟尼佛啊 在世的时候呢 印度就有很多这种外道了 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这些外道呢 他们也拥有啊 这个四禅把丁啊 四禅把丁这个又是很不错的 这个禅丁啊 他们也有很不错的禅丁 所以这个光仪的角度讲 这些都叫做禅丁啊 都叫做禅丁 那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啊 这个大摩雪梅轮里面讲 看到的这种禅呢 就是霞仪的禅啊 夏仪的禅 那就是一定是正无的啊 正无的禅啊 正无的智慧才叫做禅啊 其他的都不叫禅 只见直接看到了心的本心啊 直接看到心的本心 明心见心啊 那这个才叫做这个禅啊 若不见本心 几费禅也啊 如果还没有正无的话呢 那么就是比如说四禅八丁呢 这都不叫禅啊 都不是禅 所以这个禅呢 很神奥 假使说的欠经完伦 若不见本心啊 这是翻覆啊 如果这个能够啊 从理论上啊 能够理解 所有的这些佛经啊 八丸四千的法门 欠经完伦啊 这些经啊伦呢 全部都是精统了 理论上都精统 但如果没有正无心的本心 那么这就叫做反复啊 叫做反复理论水平 再再再搞啊 也是反复 费是佛法 还没有真正的这个真无了佛法 制道 优胜啊 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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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制道 就是说 佛的啊 这个 呃 最高的啊 最高的境界啊 也就是这个啊 至高无上的道啊 至高无上的道 那么 也实际上 这是佛的啊 啊 这个境界 那佛的境界啊 他是有神 就是非常的深奥 呃 非常的深奥 有神啊 这个地方是要 我们要理解 他是非常的深奥 不可花毁 所以 因为他是非常的深奥 所以呢 呃 不可能啊 化毁 就是说 不可能通过余焰啊 通过余焰就能够了解 通过余焰就能够理解 啊 不可能的啊 所以 为什么呢 就一定要自己去体会啊 自己去领悟啊 否则的话 我们光是讲啊 是没有办法啊 争悟的 所以就是不可花毁啊 不可花毁 嗯 殿教 平和所记啊 所以呢 啊 殿教 就是啊 佛经 啊 佛经和教研啊 殿就是佛经 佛殿 教就是教研啊 所有的这些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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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在这个 鱼焰文字啊 人类的鱼焰文字 基础上的 所有的这个 佛经 和教诲啊 教研啊 这都是没有办法啊 这个 平和所记 就是说 没有办法大道啊 啊 真正的这个啊 这个佛心的这个意义啊 没有办法表达啊 没有办法说得清楚啊 所以呢 就是没办法啊 平和所记 是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的啊 呃 简 本行啊 只要 但这是 只要啊 只要见到本心啊 只要见到本心 一字 一字 不识 以得啊 如果我们 见到心的本心啊 那就是 一个字的不是啊 连字的不是啊 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 六祖回能大师也是呀 六祖回能大师啊 他是不是子的啊 不是子的 但是呢 他的不是子 呃 并不妨碍 他的这个正物啊 正物 所以呢 这 这个 他的文化水平 跟他的正物 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啊 关系啊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没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说他的 比如说 当然比如说啊 文化水平要高一点啊 这样子的话 就是学一些佛教的理论 啊 非常有帮助啊 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佛教跟其他的宗教啊 不一样的地方呢 因为佛教里面呢 有太多太多太多的 这个学习的东西啊 那么通过文字 一定要学的啊 一定要学的 所以如果这个 他本身的 世俗的这个文化啊 水平要高一点的话啊 那么我们对佛教的 一些理论的历节啊 方面是有帮助的啊 是有帮助 但是这个帮助呢 啊 只是理论方面啊 是有帮助啊 正物呢 啊 那就不一定啊 这个理论啊 这个理论呢 他也不能说完全啊 跟真物没有关系啊 通过文字啊 也有也有帮助的啊 也不是 也不能说没有 没有任何这个关系啊 就是见解的 比如说我们的理论水平 要高一点 那这样子的话 对佛经的这个历节呢 可能要深刻一点啊 那这样以后呢 到时候会朽的时候呢 可能比较比较修行 比较顺利啊 啊 所以呢 那这个啊 文化的这个啊 水平呢 跟我们的这个 真物是有间接的啊 间接的关系 有关系 有帮助 但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啊 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呢 那就是比如说 一字不识啊 也可以真物的 也可以真物啊 那六诸会能大事 就不是这样子吗 他不是字 也可以真物了 一字不识 以德 践行几师佛 那如果我们 那明心践性 那就是佛了啊 那这个我们上一次啊 讲这个 我们学习这个 回谈经的时候呢 也就提到过啊 见性即是佛 这句话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比如说 我们彻底的见到了 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 没有一点点的 这个障碍 彻底的看到了 那当然是佛了 彻底的看到了 自己的心的本心的 就只有佛 其他的比如说 十滴菩萨 八滴菩萨 九滴菩萨 他们虽然是看到了自己的心的本心 但是呢 他们看到的本心呢 还不是很全面 不是很全面 为什么不全面 因为八滴菩萨 九滴菩萨 他们呢 也还没有端除 最后的一些烦恼 那么这些烦恼呢 也 也啊 对这个 本心 是有一定的影响 一定的影响 所以 只要有这样子的烦恼 只要有这样子的 非常细微的 最后的烦恼 最后的这个 这个执着 最后的执着 那也就是 这也就是说明 还没有 彻底的看到 新的本心 因为这个执着呢 他就会 会制造 制造一些障碍 他就把这个 折改 新的本心 所以就是 最后就看不见 所以彻底的 把这个 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这个执着 彻底的打破了 以后 断掉了以后呢 才是彻底的 看到新的本心 所以最后 这个就是 就是佛 所以呢 见佛 见行 即是佛 这句话 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的历劫呢 有些时候会有问题 历劫 历劫上 怎么有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认为 开悟了就称佛了 那这样就是 就是我们的历劫 就有问题了 开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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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人为是称佛了 这样理解 就是有问题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觉得 为什么开悟不是佛呢 不就是说 见行 即是佛吗 那开悟不就是见行吗 为什么不是佛呢 这就是讲得很清楚呀 应该是佛 我们会这样子理解 那这是错误的理解 这是错误的理解 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心的本性 真无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是佛 开始成佛 还没有成佛 开始成佛了 但是还没有成佛 所以见行 我们也得要看 这句话我们怎么理解呢 彻底的见到了自己的心的本性 才是佛 那我们比如说 第一的菩萨 他是虽然是 见到了自己的心的本性 但还不是彻底的看到 那他只是看到了一部分 心的本性而已 所以这些话要这样子理解 简行 己是佛 圣体 本来清净 这个圣体呢 也是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 心的本性 圣体 心的本性 实际上比如说 神 圣者 佛 那么佛的本体是什么呢 佛的本体就是 圣者的本体 圣者的本体和佛的本体 实际上就是心的本性 所以就叫做圣体 本来清净 无忧咋毁 它的本质上 是没有任何的烦恼的 这些烦恼呢 都是 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心的本性的情况下 这个产生的 实际上 它本性上 是这个都是不存在的 那这个不存在呢 我们现在 只是理论上知道而已 如果我们有一天 真务的话呢 那真务的当下 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 我们的心的本质上呢 确实是没有这些 砸灰 是没有这些烦恼污染 这些所有的污染呢 都在都处于我们的心的表面的 这个层面上 表面的层面 它的身处或者是它的本质上 或者是用这个禅宗的话来讲的话 它的T上面 T就是本体 从T上讲 没有烦恼 没有这个 这些 所有的这些 执着 所以呢 它是本来清净的 所有厌说 解释 圣人 从心 欺勇 勇这个字 我们上一次在谈经里面呢 也就学了 也就学到了 那么 勇 是什么 勇 就是它的作用 简单说 就是我们的 这个作用 那实际上 作用 它 再具体一点的讲 作用是什么呢 实际上 就是我们的意识 就是我们现在的意识 那 我们的意识 去思考 去判断 这个 叫做 勇 然后呢 勇 的本体是什么呢 本体 就是它的本型 就是 佛性 所以 它的本体和勇 踢和勇 本体和勇 那本体是它的 这个心的本型 佛性 勇 就是作用 也就是我们的 这个意识 我们的意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所有的 这个验说 所有的眼说 解释 圣人 从心 弃用 圣人 我们要看什么圣人 如果是佛 那佛是 只有智慧 没有意识的 不会有意识 然后呢 霸地 佛地 佛地 旧地 师地 这菩萨呢 它也没有 基本上 没有意识的 所以 它 这个 判断 思考 都不会用 我们的意识 所有都是 通过 智慧 和通过 禅丁 完成的 完成的 然后呢 霸地 霸地 以下的 霸地 以下的 就是 七地 以下的 那么这些呢 它有些时候 是有这个 有思考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呢 它也会用 我们的这个意识 用我们的意识 去说话 然后呢 用这个意识 去 这个谈论 一些观点 传法 这个是有的 那这些 圣人 他从 内心当中 祈祷了这种 去产生 这个作用 作用就是 心 那所有的 语言 和文字呢 就是 圣者 圣人的 圣人的 仪式 仪式 那这个当中呢 不包括佛 佛 当然佛也是 可以从表面上看 佛也在思考 佛也在思维 表面上看 是这样子的 实际上 是没有的 那这个 气地 以下的 这个菩萨呢 他实际上 也是有的 他们的 语言 文字 就是语言 表达的时候呢 他可以通过 这个意识 这是跟我们 现在的意识 差不多的意识 去沟通 说话 这样子 所以他的 这个 从心 七永 然后 然后 永 替 本来 空 那这个 永 是什么呢 刚才说了 说具体一点的话 永 就是我们的心 那么心 它的本体呢 那就是 恐物 心的本体 是恐物 所以 这个 心的本心 又是 又是 恐物 也是 佛心 这样子 明言 上 不计 所以 就是说 明言 所有的语言 所有的 这些 名词 这些 词毁 名称 词毁 语言 是没有 办法 打倒 这个 佛的 真正的 这个境界 没有办法 表达 佛的 这个 经界 所以呢 语言 文字呢 它就是 它有 它有 这种 举弦心 它只能 大概的 告诉我们 什么是 新的本心 什么是 这个 光明 佛心 但是呢 它永远都 没有办法 这个 表达的 非常的清楚 有些时候呢 这个不仅仅 是佛的 这个境界 就是我们 日常生活 当中的 有些东西呢 是没有办法 语言 表达的 就是我们 前几天 也讲过了 比如说 我们 吃的 这个味道 甜 比如说 我们大家都 吃过 这个甜的 味道 大家都 尝过 甜的 味道 然后呢 我们 就 人类 就是 最早 最早的时候 还没有 这个语言 文字的时候 文字就更没有了 没有这个 人类的 语言 的时候呢 当时呢 有一群人 有一群人呢 聚在一起 那么聚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们 逐步的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就是形成了一个公式 一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 就是语言的创造 就是第一句话 比如说 天 什么叫天呢 就是这种味道 叫做天 但是这个甜 这个字 永远都没有办法 直接 这个天的味道 说出来 没有办法的 这个天的味道呢 他必须要他自己去尝 自己去尝 如果两个人 或者几个人 都尝过这个天的味道 然后他们曾经 说 尝过的这个味道 想表达 然后呢 大家 就是有一个 共通的一个 一个公式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词 来表达 那这样呢 因为前提的条件呢 大家都之前 就是吃过这样子的 甜的味道 尝过这样甜的味道 所以大家现在是 可以用这个字来表达 但如果我们 其中有几个人 从来没有尝过 这个甜这个味道的话呢 那这个语言 是没有办法表达的 什么叫甜 什么样的甜呢 说不清楚的 所以呢 这个语言的举行心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语言 它本身就是 就是 就是建立在一个 错误的理解上面 错误的理解上 但这个错误的理解呢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必须要有这个错误的理解 有了这个错误理解 我们才能够苟通 这错误的理解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甜 这个字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这甜这个字 跟我们唱的这个味道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实际的关系 没有任何的实际关系 但这个一个 没有任何实际的关系的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第一个 就是 这是创造这个语言的 这么一群人 他们当时 就是没有任何的 其他的原因 那甜这个字 就叫这个 就就就知的是这个味道 那这样子以后呢 这群人 他们就是有一个公式 公式 然后这样以后呢 从此以后 我们讲这个甜 这个字的时候呢 然后大家都认为 这跟这个 甜 有 这个有 有关系 讲的就是这种味道 但是这个是 戳子 这个是一种 戳五的感觉 这种甜这个汁 跟我们 唱的这个味道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它是没有关系 但是必须要 有这样子的 戳五的理解 才能够沟通 没有这个戳五 就是没办法沟通的 所以 这虽然它是 虽然这两个是 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的实际的 关系的 但是我们 以为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以为有关系 这实际上是错误的 错误的理解 但这个错误的理解 是我们需要的 有这样一个错误的理解 我们就可以沟通 否则的话 是没办法沟通的 所以这个呢 不仅仅是空心 和不仅仅是这个 这个光明 佛心 念日常生活当中的 一些物质 一些一些东西呢 也是没有办法 直接的这个表达 但是我们因为 因为我们大家都 这个尝过 这个田 这个味道 所以我们现在 讲这个田的时候呢 它完全可以表达出来 表达得非常的好 那空心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 没有感受过 这种空心 大家都没有证悟过 所以呢 我今天呢 比如说说空啊 光明呢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因为它本身语言 它本身没有办法表达 然后呢 这个跟日常生活 有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日常生活 我们刚才讲的 田 我们所有人 都尝过 所以现在用田这个字 就完全可以表达 但是 这个 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 光明和佛心 我们没有证悟过 所以就是一个 从来没有证悟过的东西 我们用光明啊 什么佛心啊 这样子表达 表达不出来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 它语言本身的这个漏洞 比如说我们 大家都没有尝过 这个所谓的田 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田 那我们用这个田 这个字来形容 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日常生活 现在为什么用田这个字 来这个形容这个味道呢 这是第一个 我们对这个语言的公式 另外一个呢 我们大家都这个 尝过这个田 吃过田 所以它完全可以表达 但是 空心和光明呢 就是刚刚讲了 我们没有证悟过 对我们来说 这个空心啊 光明啊 佛心啊 那这完全是一个 未知的区域 所以就是我们 用此 用得再多 不知道在说什么 就是主要这个原因 所以呢 这个佛经里面呢 平时都在山在山的 就是说 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 就主要是这个原因 这不仅仅是 愚远不能表达 这个空心啊 我刚才讲的 重复一遍 如果我们大家 没有这个 尝过啊 田这个味道的话 它也是没有办法 表达的 没有办法表达的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 都吃过这个田 都尝过田这个味道 所以现在 用田这个字 来可以形容 这个是可以的 那空心 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空心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 体会啊 所以就是没有体会的话 这个语言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说 语言没有办法表达 主要自己去 这个这个这个体会啊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不仅仅是 真物的空心 不仅仅是空心和光明呢 日常生活当中的 很多都是这样子 必须要 首先自己去唱啊 然后这个味道 就叫做田啊 那这个我们十个人 知道这个叫做天 而我们十个人的语言啊 就产生了 第十一个人啊 那他就不知道 我们在讲什么 那如果他参与进来了以后呢 然后他也就产生了 这种公式啊 然后他也就听懂了啊 这叫做天啊 语言都是这样子 所以呢 语言啊 说的再多 是没有用的 所以一定要自己去证悟啊 就这意思 所有啊 厌所解释 生人从心其用 用体本来空 命言尚不计啊 不计就是打不到啊 主要这个原因 打不到的原因 就是刚才这个原因啊 因为任何一个语言文字 没有办法达到 没有办法表达 所以呢 十二不经啊 十二不经是整个佛经 就可以分类啊 分成十二不啊 十二不经 平和得及啊 他凭什么得 凭什么能够达到呢 就是达不到的啊 所以就是佛降了这么多啊 佛降了这么多啊 最终呢 还是要自己去提悟 没有这个提悟啊 那这个语言文字 十二不经啊 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道本原成啊 实际上我们所讲的这个道啊 是佛心啊 那佛心呢 实际上呢 他本身就是啊 存在的每一个人的心的本心 就是他的这个啊 就是佛心 所以本来是存在 本来就是圆满的 而且是圆 不仅仅是存在啊 而且是圆满的啊 道本 道本原成 不用修正啊 那么这种啊 这种这个这个道呢 那他是不需要修的 他本身就是存在的啊 那是不是等于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修呢 不是啊 那我们修是什么 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要去了解 或者是证悟这个道的存在啊 这个道的存在 那这个道呢 他是佛心啊 他是永恒的 我们的心的本心就是他 所以 这个我们不需要去啊 通过修心去创造啊 他本身是有的 那我们现在的文思修心是用来做什么呢啊 那既然这个不需要修正呢 那就是用来做什么呢 那就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需要这个要创建啊 新的道啊 而是我们去了解或者体会啊 这个原有的这个道啊 所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关系啊 所以呢 不用修正啊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通过修正来啊 创建啊 这个道啊 这个不需要啊 道飞生蛇啊 这个道啊 他跟神啊 他跟声音啊 还有蛇就是无质啊 这个跟这个物质时节啊 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所以我们比如说通过声音啊 然后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些感官的啊 看到的这个时节跟这个道啊 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道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性啊 它是存在的 那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道是存在啊 那这个我们怎么证明到这个存在呢 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了 如果我们没有证悟的时候呢 这确实不好 不好啊 不好这个证明 不好证明 有些东西呢 啊 这个并不是啊 所有的真理啊 都给给大家表达啊 表达啊 那么能够表达 那表达是要要需要有条件的啊 有条件 比如说给什么样的人表达啊 以什么东西来表达啊 这两个是很重要 这两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心的本性呢 只要我们自己去争悟的话 那这个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表达 这个时候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逻辑和任何的依据 证据啊 当下我们自己情深体会到啊 原来就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争悟了 那这个时候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依据 证据啊 那还没有到这个境界之前 我们所用的所有的依据 所有的证据啊 都是没有用的啊 都是没有用的 比如说我们啊 给某一个人啊 想证明啊 这个风靡的味道啊 风靡的味道是天的啊 但是这个人 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个甜的啊 怎么证明呢 没有办法证明的啊 成千上万的逻辑 没有办法证明 因为他根本没有 没有这种啊 这种体会啊 这种体验 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天啊 所以呢没有办法这个证明的 只要啊 他自己啊 就是倡导了这个味道啊 当下他就知道什么叫做天啊 什么叫天 那就是就否则的话 就是没办法啊 但是另外一个 我刚才讲对谁啊 对对什么样的人 这个表达啊 这个也很重要 比如说他如果 他虽然没有吃过啊 蜂蜜 但是呢他吃过其他的甜的味道啊 那这样子就是好办啊 可以表达的 那如果他从来都是没有吃过任何的啊 甜的味道啊 那这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的 怎么表达呢 说什么都不行啊 这个都都没办法证明的啊 同样的就是我们还没有争悟的时候呢 就是用什么样的逻辑都是都是都是很难的啊 只是说大概的了解一下新的本性 就是这样子啊 没有办法直接的证明啊 所以呢啊 最后就是一定要争悟的啊 这个才是很重要 所以岛肥啊 圣寺啊 这个污脂啊 声音啊 这个岛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用这个各种各样的污脂 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证明这个岛的存在是不太可能的 啊 未妙难见啊 这因为这个岛是我们的心的本性 是非常未妙的啊 非常难见啊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啊 所以呢 这个我们一般很难啊 然后就是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啊 入人饮水啊 能乱滋志 如果一个人啊 他自己饮水的时候呢 然后呢 我们旁边的人 永不着啊 给他证明啊 这个水 是冷水啊 还是热水啊 这永不着的 永不着 那他就自己知道了啊 这个时候是所有的理论都是永不着 如果这个之前啊 比如说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喝过冷水和热水这样子的话啊 那如果我们对他用我们的语言让他明白什么叫做热水啊 什么叫做冷水 永远都不可能成功的啊 永远不可能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热水啊 你可以用全世界所有的文字啊 所有的语言啊 都用来给他描述这个什么叫热水 啊 但是啊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热这个概念 或者愣这个概念 所以用什么样的语言 都是没有办法的 啊 没有办法 所以 没办法的啊 如果他是没有啊 这个喝过热水啊 但是呢 他喝过其他的类似的啊 东西啊 那这样就是可以逐渐的去 可以给他啊 说说有可能可以说得清楚一点啊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啊 这样子的这个体验 那是没有办法 那现在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对空心呢 啊 这是听说过啊 听说过对佛心光明 我们听说过 但我们根本没有一辈子 从来都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体验啊 所以呢 就是用了再多再多的这个文字和语言啊 是没有办法直接表达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自己去体会啊 自己去体会 所以这很重要 入人淫水啊 能乱自治 这特别特别重要的 能乱自治 这个我们不要 不能认为啊 这个就是最后呢 我们说不能用语言表达啊 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就是说不能用语言表达 这个是不是一种回避啊 当然不是 在我们刚才讲的 不紧紧实啊 为什么到了这个 关键问题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个推掉啊 这个语言没办法表达 那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呢 就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这些原因啊 这个时候比如说一个人 我们刚才讲重复一遍 一个人非常想知道啊 这个风靡的味道是什么 但他从来没有吃过 他其他的啊 这个酸的啊 这个辣的 其他味道他都有尝过 但唯一就是甜的 他从来没有尝试过尝过啊 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根本是没有办法让他啊 这个了解啊 他的这个味道 那同样的 这个不是回避啊 这个不是回避 这就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呢 这个没有办法呢 不仅仅是这个 这个心的本心啊 很多其他方面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类的 这种语言语言的啊 这个局限性 就是这样子啊 那另外一个呢 一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的语言 本来就是用来啊 这个做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沟通啊 日常生活当中的沟通 然后 他的本来他的范围啊 他的范围啊 他的范围就是日常生活 然后现在呢 我们要就是形容啊 一个完全这个超越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繁臭啊 一个这样子东西呢 那么语言就更加的啊 更加的就是啊 无理啊 所以呢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最后呢 啊 就是没有办法直接表达 所以必须要证悟啊 这个很重要的 不可相人所也 就是说没有办法说 相所也是没办法说的 说不出来 没办法描述的啊 没有办法描述 这个不仅仅是啊 不仅仅是这个呃 这个空心啊 空心怎么生熬的东西 是更加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人的这种疼痛啊 疼痛啊 疼痛 那比如说我们把自己的这种疼痛的感受啊 比如说偷疼啊 那么我想把这个透疼啊 这个感觉相表达啊 相信容啊 那么周边的这些人呢 他们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透疼 他们从来没有疼过啊 没有这种疼痛 没有这种感觉啊 那这样子呢 这个时候呢 我用什么样的语言都是没有用的啊 没有用的跟这些人根本就没办法了解 所以语言就是这样子 所以语言就是说第一个 大家都有同样的啊 这种这种啊 体验啊 同样的体验 然后不单是有同样的体验 而且在这个上面呢 有一个公式啊 公式比如说我们说啊 填空啊 这两个字的时候呢 大家要知道是上面的这个虚空啊 大低啊 大家要知道交险的啊 有这样子的公式啊 就是有个这样子的约定啊 约定 然后呢啊 我们有一个创 创就是创建了一个语言 性的语言啊 所以人类诸贤的这个语言呢 那就是这样子诸步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形成的 形成的 所以这个没有体验的人啊 没有公式的人 没有预约 没有约定的人啊 那这个语言是没有用的啊 没有用的 就是这样子 我们学语言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学外语 那这个学外语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参与啊 参与他们的约定啊 他们的约定啊 我们就参与了他们的约定 他们啊 就是这用什么样的词汇的时候呢 啊 就是表达应该应该应该啊 这个取人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那这就是一种约定啊 是一种约定 这个之间呢 没有别的啊 关系 这是一个约定而已啊 那所以这个我们的语言呢 就是因为空心是我们 没有这样子的提言啊 所以是没办法表达的 不可啊 向人说业啊 这没办法表达的 比如说自己真无了 真无的这个境界 相给别人讲啊 也是讲不出来的 唯有入来能指啊 就是佛就知道 他就佛呢 彻底的知道这个心的本性 与人天等类啊 除了佛以外啊 其余的 比如说人呢 天人呢 等等 都不知 都不觉知 他们呢 除了佛以外的 他们都不啊 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这个心的本心 这个不知道心的本心呢 我们也应该这样子理解啊 就是不会 除了佛以外 其他的人或者天人啊 不会彻底的啊 了解心的本心啊 应该这样讲啊 这并不是说 除了佛以外 其他的 比如说一地菩萨啊 十地菩萨啊 难道他们都 不知道这个心的本心吗 当然知道啊 他们是知道的 所以呢 就是说彻底的证悟 就是佛啊 都不觉知 泛夫 治不及啊 泛夫 他为什么不能争悟呢 就是因为泛夫的指挥啊 指挥还大不到这么深啊 他大不到 所以呢 还不够啊 这么深 所以就是不及 所以有直向啊 因为泛夫的这个指挥 打不到啊 所以就是他开始有这个执着啊 他有相啊 有执着 不了自心本来空急啊 那泛夫的这个心呢 他就是没有 还没有真无 自己的心的本心 是空性 妄之 降 己 一切 放啊 他就是 妄之啊 就是这个妄 妄之 执着啊 降 各种各样的降 然后就是 所有的法啊 所有的法 那对万事万物啊 都有不同的 有降 有执着啊 有执着 降 我们之前讲过了 好 怀 高 敌啊 等等 这些降 和执着 然后有了这样子的 降 和执着 以后呢 啊 然后就是 己 度 外道啊 这个外道 定义就是这样子啊 凡是没有证物的人 都叫做外道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都是外道啊 啊 不知道你们证物没有啊 你们如果证物了的话 那就不是外道了 没有证物的 都是外道 嗯 就是大摩诸士 给我们定义啊 就是都是外道 没有证物人 都叫做外道 他本身就这样 这个我们平时啊 的这个外道 和佛教的 这个分类的方法 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 啊 定义不一样 这不仅仅是大摩诸士啊 佛经里面 也有这样子的 呃 外道 若知诸法 从行甚啊 不应有志啊 如果我们知道了 诸法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心的一种投印啊 啊 外面的这个世界呢 实际上缺失啊 就是一种我们自己的内在的投印 根本就不是一个外在的啊 真正的存在的这个世界啊 这个非常有意思了啊 现在就是科学家 他们也开始谈论啊 我们不去看这个宇宙的时候呢 宇宙到底存不存在 他们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啊 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笑吗 一个科学家一个维吾伦之啊 看不到这个宇宙的时候存不存在 宇宙能看得到 看不到有什么关系呢 宇宙不就在永远都在哪吗 啊 如果有外在的物质的话 那看看和不看有什么关系啊 物质永远都是存在 嗯 但是现在比较开房的啊 这个科学家也就是也就是开始谈论 他为什么开始这样子谈论呢 而科学家当然是人家是有依据的啊 他不会随便啊 就是谈论啊 宇宙我们看不到的时候存不存在啊 不会这样 他是有原因啊 有原因 所以啊 那佛教呢 就是本来就是这种这种观点啊 佛教本来就是这种观点 我们的外面的这个世界啊 实际上呢 是一个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啊 我们就是活在一个自己创造的世界里面啊 这个就像这个黑客帝国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好啊 实际上就是讲这个的 大家也好好看看啊 就知道是什么怎么回事啊 比如说这些人啊 就是生活在一个电脑的程序变出来的一个世界 虚拟世界 嗯 他以为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真实世界 就完全是一个电脑的程序变出来的一个虚拟世界 但是呢 大家都不知道的 大家都以为是真实的世界啊 那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一样 我们就是非常简单的说啊 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啊 各种各样的色彩啊 红 黄 驴等等啊 然后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形状啊 还有我们耳朵能够听到的这些声音啊 我们生下来到现在一直都认为这些就这些就叫做物质啊 如果这些不是物质 那呢什么叫物质呢 那不就是没有物质了吗 这些就是物质啊 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认为啊 是这样子 但是佛呢 只很早以前就告诉过我们 那现在不仅仅是佛科学家也就告诉我们 这些呢 确实根本就不存在 那不存在我眼睛真是看到了呀 这是什么呢 他们会告诉我们 这就是你自己大脑里面的画面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整个世界也会不会是大脑里面的这个 这个啊 这个画面啊 那就是除了颜色 除了声音啊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呢 是不是整个世界全部的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也是我们大脑里面的画面呢 因为有因为这么多的东西呢 本来我们一直都认为是外在的真实存在的物质啊 客观存在的物质 但现在呢 这个都不是物质了 这个都不是客观物质存在的 这都只是我们自己大脑里面的错觉 我们误以为这是真实世界啊 那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所有世界都是这样子呢 那没有人答案 就说不是啊 其中一部分才是其他的呢 不是其他的真实存在的 就没有人感受这样子的话 啊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说啊 这个宇宙我们不看的时候 它存不存在啊 所以就是开始讨论这样子的话 那佛教呢 这个时候很担定的啊 佛教他说 我早就说过了 2500多年前啊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 但是呢 你可以不用担心啊 如果你不想突破这一点的话 你可以生生世世 就可以生活在你自己创造的世界里面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自己啊 在这个地方呢 不做错事情啊 也就是这个不造罪 这样子的话 你很幸福的 开心的 安全的 可以活在你自己创造的世界里面 完全没问题的啊 那如果你想突破的话呢 那也可以突破 那突破了以后呢 那就是最后啊 你就啊 从自己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世界里面呢 创造的世界里面呢 走出去啊 走出去 就是这样子 啊 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这些都是 这是佛教才讲这些了啊 但是现在呢 一些知学啊 科学啊 也开始谈论这些问题了啊 最早的时候呢 都一直这么几千年 一直都是佛教在讲这些 这些 这些这些 这些理论啊 从心胜 不应有直 如果我们知道一切法 都是自己的这个心的画面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应该有一个 不应该有这个外子 外外在的执着 直即不直啊 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执着呢 实际上我们不明白啊 外面的一切东西是啊 自己的内心的这个画面啊 因为这有这个执着 是我们不了解 所以就有执着了啊 若见本心啊 十二不经 总是现文字啊 大摩诸师呢 一直都在否定啊 这个十十二不经 十二不经没有用的啊 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了解了自己的心的本心啊 那这个实际上这个十二不佛经啊 除了十二不意外 没有佛经的啊 所有佛经就是包含在十二不 十二不佛经总是现文字 现文字就是说是什么呢 就是很无聊的 对你一点关系的 没有的这些文字啊 就这种文字 现文字啊 千经万轮 只是命性啊 千经万轮的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让我们明白自己的心啊 它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为了这个 它的作用 它的目的啊 就是为了达到这个啊 如果咽下其回啊 如果我们咽下大无了啊 那大无了以后 就不就是达到了这个目的了吗 明行呢 现在就是明行渐行了 那明行渐行了以后呢 这有什么用呢 没有用的 所以就是啊 在佛经里面呢 这个这个啊 语言文字啊 就是汪汪就是比喻啊 桥啊 或者是船啊 那我们过河的时候呢 需要桥啊 需要船制啊 但是呢 过完了河以后呢 桥啊 还需要吗 船还需要吗 都不需要的 就是因为达到了这个目的以后 这些都是不需要的啊 同样的 我们的这个啊 前经万轮 这些经和轮 都是为了啊 明白我们自己的心的本性 如果有一天 我们证悟了 明白了心的本性啊 那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啊 是这么讲的 有用没有用呢 啊 当然比如说我们佛经啊 佛经 我们对佛经的这种 督耸啊 或者是草佛经啊 还有就是拜佛经啊 供佛经 有功德啊 有功德 但是这些根本就大摩诸史的眼里呢 这都不是功德了 就是当时当时的这个梁乌迪 他们两个呢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所以就是这个话不透极啊 所以呢 这个他根本不认为这些是功德啊 但是呢我们对我们来说呢 佛经还是有用的啊 还是有用的 佛像还是有用的啊 这些啊 这个我们就是说话啊 要看站在什么这个层面上讲啊 是我们的层面上讲啊 有当然有功德啊 像大摩诸史这么高的经济 从这个角度去讲的话 那他肯定会说你们都是歪道啊 佛经也是没有用的啊 佛经也是没有用的 都是先文字啊 然后呢 没有真无的人呢 都是歪道啊 然后呢 佛经呢 都是先文字啊 那最后什么是有用的呢 那他只有一个啊 他人可的就只有一个是什么呢 真无啊 真无了 什么都可以 不真无的话 那就是没有共同语言了 跟大摩诸史啊 所以就是说啊 这个若叫若见本行 事而不尽 总是显文字 欠尽弯伦 只是民信 为了民信啊 咽下其回 脚将何用 脚这个脚 就是脚征和利征啊 当中的 脚和正当中的脚 就是佛经啊 主要是经和伦啊 脚有什么用呢 没有用啊 真无了以后呢 还有什么用呢 啊 就是这意思 智力 诀言啊 智力是什么呢 就是直高无上的这个道理啊 直高无上的道理 或者是最究竟的道理啊 最究竟的道理 最高境界的道理 诀言 是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啊 他是 他跟这个语言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呢 啊 智力 诀言啊 所以呢 那脚是没有用的 脚是词语词啊 佛教啊 视而不景 还有就是像龙鼠菩萨等等 他们写的啊 叫做伦啊 这个欠叫完伦 就是伦是这个 后来的人啊 写的啊 这些这些就叫做佛术啊 都叫做伦 然后佛自己啊 亲口讲的叫做静啊 静和伦 静也好 论也好啊 这些都是语言文字啊 组成的 都是语言文字组成的 所以这个脚是 这个欲词啊 是不是道 实在是不是道 根本就不是道啊 这意思啊 不是道 道本 五言 道 他本身是没有语言的啊 没有语言的 道 他也不在这个语言的啊 语言文字的这个范围当中啊 他又不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当中 所以呢 是这个语言文字呢 呃 怎么讲都是没有用的啊 验术是王啊 所以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验术啊 都是妄想啊 都是妄想 没有妄想的话啊 没有妄想的话 是没有办法这个呃 说华啊 没有办法呃 沟通 所以沟通的前提条件 就是妄想啊 有妄想才能够沟通 没有妄想没办法沟通的 嗯 所以 妄想啊 都是没有用的 呃呃 然后呢 这个下面呢 就是讲了一些啊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极格问题啊 这个下面呢 呃 首先就是说啊 若若若若夜梦间啊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梦啊 这样梦啊 那梦梦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楼阁 供典 相骂之术 相骂人啊 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啊 这个我这些呃 无知呀 生命呢啊 吉淑母啊 丛林 持庭 如是 灯香啊 就是反正就是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啊 这些呃 好的现象啊 啊 魅力的这些现象 那这个时候呢 不得其啊 不得其意念乐照啊 就是说 我们在梦里面呢 我们就不要去执着啊 就这意思了 为什么不能执着呢 梦里面看到这么美丽的东西啊 怎么不可能啊 这个执着呢啊 因为如果在梦里面这样子执着的话啊 仅是 拓胜之处啊 为什么 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要知道啊 我们的梦跟这个中阴神啊 中阴这个是差不多的啊 他们的什么差不多呢啊 梦跟中阴的本质啊 梦跟中阴的很多的现象啊 都是差不多的啊 非常有很多的这个相通的地方 相通的地方 所以我们对梦啊 有执着 比如说我们梦里面看到的这些魅力的东西啊 大自然啊 然后就是建筑物啊 还有就是人啊 那么对他们呢啊 就是有这样子的这种执着啊 愚望 那这样子的话呢 到时候我们中阴神的时候啊 也就是一模一样 中阴神的时候呢 这个会稍微福报比较好一点的人呢 就是中阴神的时候呢 他们看到的都是稍微比较啊 这个美丽的啊 这个冯金啊 然后都是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他对啊 中阴的时候看到的这些东西啊 产生了执着的话呢 那这个拓胜啊 拓胜就是钻石啊 钻石 那就是一定会钻石的 他就不能解脱 不能在中阴当中解脱啊 就是因为在中阴的时候 砍倒的这些东西啊 产生了愚望 然后这个愚望就把它带回轮回啊 带回轮回 所以呢 这个都是这个拓胜之处啊 拓胜之处 窃虚在意 就是说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大家啊 一定要注意啊 就这意思啊 但是这个很难呢 我们就是百天我们头脑都是非常清醒的啊 然后呢 好歹啊 等等我们分的也很清楚的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都走不到 对美丽的东西产生的这个欲望啊 那梦里面呢 本来就是很糊涂的啊 那怎么可能做到呢 那做不到呀 没办法 大墨坐式 虽然说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 切须在意 但是再在意我们也做不到 需要给我们提供一些方法 才可以啊 没有提供方法 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呢 做不到的啊 那这个方法呢 在哪里呢 就是在密宗的啊 这个密宗的这个梦语价里面啊 梦语价里面 这个实际上大墨坐式呢 他也想降一降这个梦语价 但是呢 他又收回去了 他又不降了 那他不降了 他实际上呢 你们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时候不要有这个执着 那我们怎么能做到不没有执着呢 那请请问我们怎么能够这个能能这个 做到这个梦里面不执着呢 然后他就会反正着你们自己去想啊 他就没有告诉我们 实际上这个告诉我们的话 变成了真正的密宗了 所以他就是处于在一个先和密中间啊 就是这样穿来穿去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呢 这个他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实际上大墨坐式他是指导的 啊 他为什么啊 我们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乐着啊 没有说是脱身之处啊 就是说梦里面的乐着啊 才是这个脱身之处 他为什么怎么讲呢 梦也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梦就跟这个中阴圣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啊 所以呢 我们比如说密宗里面呢 怎么样这个修梦瑜伽呢啊 就是怎么样这个这个这个啊 修这个中阴呢 就是通过梦啊 就是通过梦 梦中的这种训练啊 梦中的这种训练 到时候啊 真正就是进入中阴的时候 他就用得上啊 通过梦啊 模拟啊 模拟中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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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梦 为什么可以模拟这个中阴呢 因为梦跟这个模拟这个这个这个中阴呢 它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的这个现在的现实生活呢 是不能模拟啊 不能模拟啊 不能模拟这个中阴啊 因为他们的相差是比较大的啊 然后梦跟这个这个这个中阴呢啊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呢 他通过这个梦啊 可以模拟中阴啊 所以就是大模拟中阴也就是他就是投授这方面的一点点的信息啊 我觉得啊 我个人觉得 所以就是说梦中你看到了这些啊 漂亮的魅力的东西的时候呢 不要乐照啊 然后同时呢 也就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这个福宝不太好的人呢 啊 就是早夜的人呢 在中阴的时候看到的 当然不是这个楼阁呀 宫殿呢 不是这些了 看到的都是比较空步的这种景象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做梦的时候 做噩梦的时候呢 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同样啊 这个时候不是乐照啊 这个时候就是不要空步啊 不要空拒 不要空拒 这也是大模拟是相锁的话啊 相锁的话 也是可该锁的话啊 但是呢 这个里面呢 他没有把这些锁完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前面的啊 就是可以推测啊 这些都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拓胜之处呢 啊 就是 就是 专世轮回的 实际上呢 比如说我们对现实生活当中的 对任何一个物质的这个执着 乐照啊 也 早也 凡是早也啊 都让我们回到这个轮回当中 都是一样的 那他为什么就是讲这个梦呢 啊 为什么不说现实生活呢 啊 就刚才讲的啊 梦跟这个 梦跟这个啊 中阴 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呢 中阴啊 就是我们上一上一次的这个生命的旅途 结束了 下一次还没有出现 就是一个过渡的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能够转变 是非常容易转变的时候了 所以呢 啊 这个梦里面 我们只要我们有一些方法啊 方法和诀窍的话 那这个这个国度的事件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回到这个轮回 也很容易啊 这个比如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 解脱呀 那这些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 所以呢 这大幕祝师呢 那这个地方也就是说 在梦里面啊 就是不要去这个乐着啊 但是这个我们做不到的啊 做不到怎么办呢 就是要继续梦遇见啊 才是可以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这是我想我个人理解呢 这个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啊 好 下面呢 又是另外一个啊 另外一个 这些这些这几个内容呢 啊 都是前面的这内容呢 后面的这些内容啊 他也就是没有太多的 这个相前后的这个相关的关联系啊 但是呢 零散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啊 问题啊 就是突出的 突出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呢 强调了啊 一个 第一个是蒙种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个 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 第二个啊 就是说 林种呢 现在就是开始讲林种的时候了 啊 林种之时啊 林种之时不得取降啊 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执着 执着什么呢 啊 执着自己的啊 这个啊 财产啊 房子 车子 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 这个啊 银行的这个卡啊 还有呢 就是这个包包啊 这个衣柜里面的衣服啊 等等 这个就是想啊 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啊 佛经里面讲啊 我们一个人还没有这个死亡的时候呢 那属于自己的这些财物啊 都是自己的 如果自己去处理啊 这个上公下事这样子的话 这些功德是自己是完全是可以 可以这个创造这样子的功德啊 但这个人死了以后呢 那这些啊 再多的钱啊 再多的这些财物啊 那实际上就不属于他的了 不属于他的 所以呢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假人啊 用他自己的这个财物去给他做一些啊 这个善事啊 对他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非常有帮助 但是呢 还不如啊 还不如 自己活着的时候啊 活着的时候啊 这个脱山处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啊 一个离象的这个死亡 是还没有走之前 把这些全部啊 脱山处理 上供下食 那这是最好的 这是最好的 那所以呢 就这个时候呢 啊 对这些东西啊 不能产生啊 这种执着 但是大漠诸史的意思呢 不仅仅是这些啊 他就是说 对所有的东西啊 不要有执着啊 不要有执着 就是有正 那这个都执着 我们真无空心才能够做得到 那否则的话呢 是我们知道不能有执着 但是呢 做不到的啊 所以就是 真无空心才可以啊 那不得去想啊 这个时候呢 不能有执着 既得啊 既得除掌 那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除掌 除什么掌呢 就是这些 这些执着啊 掌就是执着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除掌 怎么个除掌的方法呢 啊 就是正无的人啊 正无的人呢 他就是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啊 尽量的啊 就是这个安住啊 自己所征悟的这个空心当中啊 空心当中啊 往生啊 小成的佛教 就是说这个 这种这个死亡的 最后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就是处于空心当中 死亡是不可能的 他们他们认为啊 但是像大圆满和密法大成佛教 是可以的 能做得到的 所以呢啊 这个在征悟的境界当中 啊 往生 正无的境界当中往生 那这个就是啊 除掌啊 这就是除掌啊 一个就是靠自己 另外呢 那如果自己的这个时候呢 神识比较模糊的话 那就是找其他人啊 就是旁边啊 提醒自己啊 这个这个证悟 那提醒自己这个证悟的境界啊 那这个就是除掌 异性撇起啊 几倍磨色 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点点的怀疑啊 瞬间产生啊 这怀疑异性是什么呢 我们对比如说空心呢 啊 对空心的这个怀疑啊 怀疑 呃 或者这个异性就是代表啊 其他的烦恼啊 比如说贪嗔痴等等啊 就是临终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有这样子的这个啊 呃 这个烦恼啊 很危险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平时很多很多人 也就是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关键时候 比如说就到了佛堂 到了佛的前面 或者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时候啊 然后呢 我们实际上是平时是对佛是有恭敬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不好的念头啊 出来 控制不了啊 这是让自己非常的困扰烦恼啊 这个很多人都有的 那这个就说不定到时候 关键时候啊 这个亡生的时候 就是这些念头啊 就说不清楚啊 有可能会产生的啊 所以呢 平时啊 都要多啊 这个念啊 连诗心轴 然后呢 祈祷梁化上大事啊 就是除障啊 除障啊 除了执着的障碍以外 就是这些啊 就是这种障碍啊 这种障碍 这些呢 有可能 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的 但是呢 啊 祈祷脸食 然后呢 祈祷这个佛菩萨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非常关键啊 这个时候就是不能有这样子的 嗯 这个 呃 行 如果是突然间起孙剑啊 起一个这样子念头的话 那就是被摸 啊 蛇 法神 本来清净 五手啊 法神是本来清净的 他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感受啊 手就是干受 致远迷骨 就是因为我们啊 五明 就是因为我们的五明 所以呢 呃 很多时候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执着啊 呃 临终的时候也有就也有也有很多的执着啊 呃 有执着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并不是法神本身有这个执着啊 不是的啊 呃 指缘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五明啊 所以导致了这样子的 不觉不直 因子 古王啊 所以呢 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汪啊 手薄 有了这样子的这个汪年啊 然后就会有这个国报啊 然后就会国报就回到轮回 所以有乐照啊 所以呢 如果我们对这些啊 领种的时候呢 啊 对对对情人呢 啊 对自己的这个财物呀 啊 油 或者是对自己的人生啊 这个人天的这个生活啊 有乐照 有执着 有谈啊 有谈啊 捐联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会有会回到这个轮回当中 那不得 不得 自宅 那这样子我们就不能解脱 不能自宅 那这个时候呢 大摩祖师呢 有提了一个这个临终的时候的问题啊 但是呢 也就是说 方法呢 也是很简单啊 就是一定要这个出掌啊 一定要不能有任何的执着 但是这个方法呢 虽然是非常的好啊 但是这个方法 谁能够用这样子的方法呢 正无的人是没有问题了 正无的人才能够用得上啊 而我们没有正无的人呢 那这个没办法用了 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好的 但是呢 就是没办法 这是做不到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什么呢 需要这个柳中阴的这个临终啊 临终的中 临终的中阴啊 临终的中阴就是说 比如说 这个六中阴啊 或者是这个大圆满里面呢 也有啊 还有所有的脏传佛教的这个密法啊 都是有的我们临终的时候啊 怎么去做 怎么去面对这个死亡啊 那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呢 大摩祖师呢 这个地方呢 就投入了一点啊 但是呢 它没有透露其他的 它就是一个啊 一个完能的东西 就是真物的智慧 真物的智慧呢 它是完能的 蒙中也可以用它 临终也可以用它 任何时候都可以用它 它是完能的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完能的东西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需要想别的办法 那临终的时候怎么做 那这个就是要学这个六中阴啊 六中阴啊 如何面对死亡啊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因为我们大家都要面对 这是一定要面对的 所以呢 有所准备啊 的话啊 到时候啊 就是 就可以啊 就可以啊 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去往生啊 这个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啊 有了着 不得自在 知尽若无得 本来啊 深信 己不染息 啊 如果我们 现在啊 活着的时候 啊 还没有到这个 临终的时候 啊 如果我们 误了 啊 新的本心 那如果我们 误了这个 新的本心 这样子的话 那到时候 我们这个 新生的 这些燃息啊 燃息就是说 我们的 这个之前的 这个烦恼 稀气啊 烦恼稀气 这个时候呢 就不会有的啊 不会有这些 烦恼稀气 这个烦恼稀气 我们到时候 是可以断掉的啊 断掉了以后呢 啊 然后啊 然后 就是可以啊 很呃 成功的 很顺利的 呃 去往生 啊 那大摩 就是这里讲的啊 比如说 我们是通过 正无的方法 或者通过 正无的智慧 去面对死亡 啊 那这个是 这个 那密法里面的啊 藏传佛教 密法里面的 最高的 婆娃法 啊 婆娃法 我们大家都知道 婆娃 啊 婆娃法 是一个 临终时候 用的一个 这个 这个亡生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有四种 最高级别的呢 就叫做 法神的婆娃法 啊 法神的婆娃法 然后就是 宝神的婆娃法 然后 法神的婆娃法 然后 普通人的婆娃啊 四种婆娃 那这四种婆娃当中呢 法神的婆娃 就是最高的 这个境界 啊 是什么呢 就是达摩祖师 这里讲的 比如说 你在这个 真物的境界当中 啊 往生了 直接就是从这个 真物的境界当中 往生啊 那这就是 最上等的 最高级别的婆娃 也叫做 法神的婆娃 啊 最好的婆娃 方法啊 很简单 啊 对真物的人 来说 啊 不需要任何 其他的婆娃方法啊 不需要其他的婆娃 就这个是最好了 但是 没有真物的人来说啊 那还得要 其他的方法啊 因为这个是很好 但是呢 因为这没办法做到啊 所以就是需要 其他的婆娃方 所以啊 这个禅宗呢 非常的好啊 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呢 他的方法呢 全部都是针对 就是很高经济的 这种人啊 那如果你是一个 这样子的人 那就是通过他的方法 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啊 就根本就不需要其他的啊 但如果我们人的根基 没有那么高的话啊 那就是永不上这些东西了啊 永不上这些东西呢 也没有别的 也没有提供其他的方法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到时候就会有一些问题啊 如果我们人的根基啊 梗得上啊 梗得上啊 那这参众的方法呀 林众的方法呀 蒙众的方法呀 啊 就是所有的方法 都是非常好的 啊 根本就不需要其他的 都是很好了 但是 他就是针对 就是特定的人群啊 就像 这个回弄大师呀 还要稍微比差一点的啊 但是也是很好 很不错的 根基的人啊 只可以可以用这些方法 那其他人怎么办呢 那其他人就是用不上 那那比如说 这个藏传佛教的密法呢 它有它有 至少有四种破坏法啊 那大墓诸实的这个是最高的 这个法身的破坏法啊 那如果你法身的破坏法用不上啊 那大墓诸实的这个禅宗啊 那用不上就用不上了 没办法了 你就是外道啊 外道就是用不上这些了啊 但另外一个这个 就是因为你是外道 所以用不上啊 就这意思了啊 但是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密法里面呢 如果用不上这个 这个 法身的破坏啊 那你就可以施 保身的破坏啊 保身破坏用不上 法身破坏 法身破坏都用不上的话 那我们普通人的破坏啊 这个就是我们大圆们的前行啊 里面讲的这个破坏啊 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破坏啊 那也可以用普通人的破坏啊 所以他的方法是 方法是比较多的啊 所以呢 之前我们也讲过了 这个密宗啊 也叫做金刚城啊 同时呢 也叫做方便城啊 方便城 为什么叫方便城呢 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方法啊 太多的方法 所以叫做方便城 那这些太多的方法 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最终就是要达到 这个跟禅宗将的是一样啊 但是他的方法的比较多啊 方法比较多 什么样的人啊 都可以学 他的根迹啊 使有很多的方法去提升啊 有提升 有提升的这样子的 这个方法 那这个是从 从人生难得 到最后的这个修行 那一步一步 这个舍籍啊 舍籍得非常的好 这个这个学习的方法 是非常的好啊 那禅宗的这些呢 都是非常搞端的啊 但是呢 这个最顶尖的人 是完全是可以用这些往生啊 什么都可以了啊 但是呢 其他的人呢 就是有点难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要看人啊 看人 法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方 啊 但是我们要看这个人的根迹啊 能不能跟得上 跟得上就非常好 跟不上呢 那就是有一点啊 有些时候可能有点点 那觉得有点 呃 就是 呃 从圣 如范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啊 从神啊 怎么如范呢 啊 那肯定是 佛菩萨啊 故意啊 实现啊 终生啊 比如普通人的身份来读终生啊 佛菩萨 从佛菩萨的这个 这个境界当中啊 然后呢 施贤啊 重重炸雷等 炸雷是什么呢 六道轮回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终生啊 叫做炸雷 嗯 炸雷就是说 炸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圣啊 圣哲啊 他们都是一个种类啊 一个种类 全部都是真武的人 就一个种类啊 不杂啊 就是一个种类 然后呢 我们六道轮回的终生呢 就是很杂 从地狱到天人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 所以叫做炸雷啊 炸雷 炸雷就是我们六道轮回的终生 那 从佛或者是菩萨啊 实现啊 这个人或者动物来度化终生 自为终生 就是说 把自己成为一个终生啊 当然不是境界啊 境界一个佛的境界不可能 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终生 嗯 但是他的外面的外在的这种形象啊 就是他不是一个佛的形象啊 佛把自己就是化身啊 除一个动物啊 那为什么佛要变成一个动物呢 如果佛呃 想啊 帮助动物啊 去度他们的话呢 那就是要有这个同等的啊 身份啊 这样才能够有共通语言啊 共通的语言 这样才能够沟通啊 所以呢 就是这些外道里面啊 外道各种各样的宗教里面呢 一定一定会有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化身 啊 佛菩萨的化身 然后呢 很多这些啊 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业里面呢 都有啊 都会有这个佛的化身啊 佛的化身啊 佛的化身 比如说 屠宰场啊 的屠服里面呢 也不排除有这个佛的化身啊 还有就是各种各行各业的这些啊 比如说我们从一个世俗人的这种这种啊 这个表准来看的话 就是比较低层的啊 这些行业里面呢 都不排除有佛的这个化身啊 因为它是先除这样跟他们一样的身份啊 然后呢 它跟他们是有共同的语言啊 能够沟通能够帮助啊 所以呢 圣如饭是这个意思啊 自为终圣 就是把自己成为一个终圣啊 成为一个终圣 古圣人 你终解得自在啊 比如说圣人啊 他当他是一个佛 是一个菩萨的这个 这个身份的时候呢 就是终啊 终表面上就是终啊 他的身份很高啊 那这个时候呢 他也是自在的 然后你是什么呢 当他变成了一个东吴啊 变成了一个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 最低层的人啊 这个行啊 这个就是非常的呃 有意义啊 其他的佛经里面呢 也就讲过很多这方面的啊 所以我们成了佛以后呢 那从表面看啊 他是孙 你啊 是什么样的这个时候啊 他内在都是自由的 内在都是幸福的 都是快乐的啊 所以这叫做真正的佛啊 佛教认为这叫做快乐 这叫做幸福啊 所以佛教在这种境界 很多时候就是用大乐啊 大乐这个词来形容啊 这才是真正的自在 一切也据他不得啊 这个已经讲过了 这个所有的业力啊 都跟他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闲置啊 圣诚就以有达为德啊 这这个成就了这个生者啊 比如说得到了菩萨的一滴啊 八滴啊 那这样子以后啊 时间长了以后呢 他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啊 为德啊 他有为王啊 德行 那这样就是一切平内业 那这个时候呢 任何一个这个业 比如说善业 罪业 罪业当中呢 也有很多品种 比如说使不善啊 无无间罪啊等等 任何一种这个 这个种啊 品种的业啊 被他圣人转啊 他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些业啊 就是会转化为 这个圣旨的啊 圣旨度化众生的方法啊 表面上有可能就是看到 是一种业 但实际上他都装滑了 不会不会业 天堂地狱 五乃塔赫 天堂和地狱 跟他没有任何的 对他没有 对他不会有任何的 这种 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这天堂 对他也没有什么游活 地狱 对他也没有什么空拒 天堂地狱等等 所有的这些万色万物 对他不会有任何的 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他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了 那 凡夫 那凡夫就不一样啊 先开始讲凡夫 凡夫 审时昏霉 算这个愚昧 不同圣人 内外明彻 他就是没有真物 没有这个内外的明彻 就是真物 若有你 己不拙 那这个 凡夫呢 对这个万事万物 这个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执着 对空性的怀疑 也就是执着 有执着 那你就不要去消防 这些圣职 那就是不能造罪 不能造罪 就是信善断额 这样子才是安全的 这样才比较保守 才是安全的 如果你心中有执着 就这个意思啊 如果你心中有执着 然后呢 你就不要去 这个消防 这个圣职 就是能做 不能做的 这些都是用 善恶因果的标准 来要求 善恶因果的标准 来要求 那不能说 这个时候 善恶呀 都不存在 那不能这样子 不做 做即流浪 胜似 那做了怎么样呢 做了你本身 就是没有真物空性 在没有真物空性的 这个这个 击出伤 然后呢 这个杀到淫王 造罪 那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柳郎生死 就是就在轮回当中 这个柳转 后悔无相救出 后悔也是没有用的 就是没得救 贫穷困苦 皆从往降舍 我们的贫穷 就是在这个流浪 这个轮回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就是贫穷啊 生活的这个困难啊 那么这些都会要免灵的 那这些贫穷 实际上呢 也是从我们的王相 所产生 这一个呢 就是因为国取 我们临舍 不舍不得 上供 加实 导致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另外一个 也可以这样子理解 贪得无言的人 他比如说有再多的钱 再多的财富呢 他永远都是一个贫穷的人 他的心理状态 就是一个贫穷的心理状态 他再多的钱 再多的财富 他就认为不苟 那不苟不就是贫困吗 不苟的话 他就是这个他的生活 他永远都没有满足 不满足 永远都他觉得不苟 那不苟不满足 这个就是贫穷的 这个心态 可以这样子理解 若了是行 如果我们的心了解了 它的本质 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底相全面 我们相互之间 底相就是相互之间 这个全道面力 这是我们可以相互之间 大家帮助的 这个很重要 我们现在 这特别重要 我们学佛的人当中 我们大家 这个一起相互帮助 相互帮助 相互这个交流 相互交流 相互这个全道 比如说大家 有什么心事的时候 有什么不开心的时候 然后我们其他人 都来帮助 来全道 让他从这个 这个困境当中 走出来 这个非常的重要 然后物质上面呢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也就大家来帮助 大家来帮助 让他从这个困境当中 走出来 底相 就是相互帮助 相互帮助 我们都是平等的 谁也不是上师 谁也不是弟子 大家都是佛教徒 都是平等的 在平等的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相互帮助 全道 全道 因为旁观者情 我们自己捐入了 这些困境的时候 平时我们懂很多很多的 这个理论 完全是可以全人 是没问题了 但是呢 遇到自己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很迷茫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导游 导游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需要导游的帮助 还有就是比如说 临种的时候 临种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的身世不 这个模糊不清 这个时候呢 也需要这个导游的 这个帮助 这个时候特别重要 所以呢 我们就是这个 相互的这种全道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这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不就是说 经常说 我们要度一切终生吗 那我们先度 我们身边的人呢 然后再说其他人 我们身边的人 需要帮助的时候 根本就不在乎 然后呢 我们说要度终生 这怎么可能呢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相互的 这个全道 佛教徒 相互全道 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是学佛 但是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个生活当中啊 一定会出现 很多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这是肯定的啊 然后呢 我们要关注啊 我们身边的 这些导游的 这个生活当中 有没有发生 这样子的事情啊 事情 如果有啊 那大家来帮助啊 大家来帮助 全道啊 这个是一定是 非常有帮助的啊 非常有帮助 就是因为我们 没有这样子去 这个帮助啊 没有全道 然后就是 没有去关心 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呢 我们佛教徒 比如说 其实是根本不需要 出现这样子的事情 比如说 有人去自杀了 有人去等等等等 有啊 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是 如果我们身边的人呢 稍微要关注一下啊 稍微就是相互要 这个全道一下的话 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啊 根本就不会发生啊 然后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学佛的人当中呢 也肯定也有很多人 是疑郁症的啊 焦虑的呀啊 然后就是就是 因为就是身边的很多事情啊 造成了很多很多 精神上的啊 大击压力啊 很多的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来帮助啊 大家来帮助 大摩诸师啊 有些时候 讲得非常的高啊 但有些时候呢 人家讲得非常习的啊 这个时候就是要帮助的 特别重要的啊 特别重要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佛教徒不是要帮助天下 所有的人吗啊 那身边的人都不帮助的话 这个完全就是空谈啊 所以呢 尽量的啊 我们这个实兄啊 刀游啊 当中大家一定要相互的 这个啊 全道啊 特别重要啊 如果有人啊 因为自己平时是啊 懂这些道理 但是因为自己的语望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啊 一旦这个贪嗔之这个烦恼啊 呃 缠胜的时候呢 我们会失去理直啊 理直 这个是这个 这种情况下呢 就很难做到一个正确合理的判断啊 失去了判断力啊 那这个时候啊 那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有其他人的这个权道啊 因为其他人身边的人呢 他没有这种烦恼了啊 所以呢 他是有这个能力啊 去这个权道啊 啊 所以这个权道非常的重要啊 然后就是啊 免力顾理大家啊 顾理大家啊 然后呢 我们相互之间孤离啊 这样子以后呢 犬刀孤离啊 那么我们大家就是可以啊 就是一起啊 修行 那这个就叫做这个善之时啊 这就叫做道友啊 道友 那这个就叫做道友 特别有特别 金刚道友啊 也叫做金刚道友 特别有意义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四个字 特别特别的重要 一定要这个注意 一定要重视啊 但物作二作啊 这句话呢 很深的啊 物作二作是什么呢 物作就是实际 这个物作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这个这个谈经里面呢 也讲过了 实际上呢 从这个本质上讲啊 都是物作啊 空心啊 空心 那我们了解了空性啊 了解空心 正午空心 以后呢 再去做啊 在入患入梦当中 精心啊 这些拳道 那这样子啊 不仅仅是拳道 在入患入梦当中呢 去修行大作啊 这个就叫做物作二作 不是又作二作啊 又作二作的话 那我们把当作这个真实的 有执着了啊 然后就是有回报啊 求回报 然后执着 那这样子作是不对的 物作二作 就是不求回报的 然后就是正无空心啊 三轮提空啊 三轮提空 这样子境界当中去做 就叫做物作二作 即如 即如如来之间啊 这个就是我们开始进入了 如来的智慧了 佛的智慧 开始进入了佛的啊 这个境界啊 这样子 这些都是非常的啊 这个有意义 有些呢 降得非常的神 有些呢 降得非常的这个解敌气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大家一定要 尤其是这个地向圈面啊 这个四个字 后面的这个物作二作 这可能有点难啊 以后这个作为一个目标啊 可以物作二作 就是作为一个目标 现在要去这个执行 有点难啊 但是呢 地向圈面啊 那这个我们是随时都要要做的啊 随时都可以做 很有很有必要的 大家一定要啊 注意这样子以后呢 大家相互观情啊 相互管足关矮 那这叫做金刚导游啊 这叫做这个实兄啊 我们学佛的人的这个直前的啊 导游之间的这种友善 啊 友善 团结 友善啊 啊 这个是佛啊 对他的这个团队的啊 佛教 释迦牟尼佛对他的团队的 不论是无论是僧人或者俗人啊 对他的团队的所有任何一个成员啊 每一个成员的要求啊 就是要求 就是这个相互之间啊 尤其是这个僧团里面呢 这个特别特别的强调啊 特别的强调 非常的强调 因为僧团呢 大家出嫁了以后呢 他们的身边就是没有没有家里人照顾啊 所以相互之间的这个照顾是非常重要了啊 那么现在我们呢 虽然不是出嫁啊 但是呢 很多都是单身的啊 或者是独生子女的啊 这样子 或者是这个孔草老人啊 这样子 所以呢 虽然就是不是出嫁 但是呢 也就差不多了啊 所以呢 这个这个 这个啊 这个 这个 地乡圈面 这个是非常的 非常的需要啊 大家一定要 这个 这个忠视啊 今天就不再这样了 这样这个时间 就就就 就太 太长了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我们最后大家呢 一起来回向啊 今天的这个山根 咱们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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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